医疗的讯息 今年13岁的正姓国中生在9岁时 就被诊断出原发性脊椎侧弯 虽然经过了背下的矫正治疗 但侧弯的角度却是依然持续恶化 不仅是背痛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 身形扭曲的外观 已经让他在学校逐渐失去原有的效忠 而幸好在医疗团队的努力下 帮他施做了机械手臂的矫正手术 脊椎侧弯的问题也终于获得改善 人也变得是更有自信 13岁的正姓国中生9岁时 被诊断出原发性脊椎侧弯 虽然有经过背架矫正治疗 但侧弯角度却从原本的30度 恶化到48度 不但背痛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身形扭曲的外观 也让他在学校逐渐失去原有的笑容 有一点弯弯的 别人看久了就会觉得 就会知道我有脊椎侧弯 如果做比较久的话就会比较爽一点 等于说走路你会发现他都歪一边 驼背又歪一边这样子 他除了胸椎侧弯 他腰椎都弯掉 除了弯掉还旋转 担心脊椎持续侧弯 恐怕会压迫到心脏 医疗团队决定帮他施作最新的雷纳生机械手臂 可以校正手术 透过3G电脑导航定位 不但让骨丁能够更精准植入 也能减少X光的辐射影响 就连伤口也比传统开刀手术还要小 大幅缩短术后复原的时间 我们只要用X光的两张片子 跟前一天的电脑断层 配合起来去比对 然后机器就知道这个脊椎是哪一节 然后它现在是旋转几度 只要照着机器的那个轨道 进行直钉的手术 那准确率就可以达到99%这样子 所以相对的病人在手术中的X光的暴露率 几乎只有两张 或到四张的X光暴露率 比起传统X光可能要照个200张 或是300张 才能够把这个直钉正确 让病人的X光暴露率是减低很多 如今郑同学的脊椎侧弯 也成功矫正到17度 不但被痛获得改善 人也变得自信许多 医师强调 雷纳生机械手臂矫正手术 试做年龄从13岁到90岁都有 也适用于各种脊椎症状 未来将可提供给患者 新的治疗选择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